三妹说亮话 今天很多重磅的话题想跟大家一一的来谈 因为今天会开这个金砖的特别峰会 就巴以冲突开这个特别的峰会 所以说我们首先把这个现在的一个局势摊开给大家看看 大家还记不记得巴以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是立刻派了两艘航母舰队去到中东 算是给以色列撑腰 来看到前一段时间习拜会的时候 安理会是12比0表决 第一次通过了以巴的停火决议 突然来看到美国的福特号航母 它是第一艘去中东压阵的航母 突然开始往后撤了 据两天之前的信息 它是撤到了爱奥尼亚海 那么在当下来看到就是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外长联合代表团 是在11月20号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寻找解决方案 来看到王毅是在钓鱼台的宾馆 就是对他们有了一个接见 包括今天晚上的一个重磅大戏 就是应南非总统的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1号晚上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的特别视频峰会 而且大家注意要发表一个重要的讲话 我们把这个图带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一次我去看了一下以色列的态度也很强硬 因为就在参加这一次峰会的前夕 以色列20号是宣布召回了驻南非的大使 已算是回应南非近期关于巴以冲突的表态 回到上一张图 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王毅算是也是牵起了阿伊的手 他有说过一句话一开篇就说了 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也讨论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 对此哦就这一系列的近况联系起来想请教一下博士 呃教授不然又又叫成博士了 亮哥 亮哥 好我想请问一下 呃因为王毅一开篇就提到了习拜会聊到了巴以 那您觉得是不是今天晚上的金砖峰会 习近平主席算是集大家的这个诉求在脑海中 一定会出一篇关于以巴冲突的解决方案 那么来看到刚刚提到的美国航母现在已经后撤了 美国作为重要的第三方来讲 拜登当然不愿意看到习近平主席出来当这样一个核事了 他当然想要当这个定海神针 那你觉得是不是拜登真的没有办法可想了 所以说甘愿把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给习近平呢 我倒不这样认为了 我认为是中美合力了 啊 他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啊 因为中国大陆对伊朗跟俄罗斯可以发挥节制的作用 那对伊斯兰国家 尤其是阿拉伯地区的国家 他相对上有号召力 而且你刚不要忘了 中国大陆现在是11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啊 所以前面那个马尔他 那个中立小国的提案 我认为背后也有中国大陆的力量啊 而且美国不是弃权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中国跟美国 在这个习拜会之后的第一次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演出了 就是美国你去处理以色列 那因为以色列很强悍嘛 所以我们就在安理会先通过这个决议 然后把工作就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 那通过这个决议就说 要求这个人道主义暂停啊 那各种物资呢要允许开放进入加沙境内 那你不要忘记了 在这个决议之后 拜登突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亲笔文章哦 这篇文章非常的有意思啊 因为他文件中段叙述到对以色列的要求啊 其之鲜明表达美国跟以色列的立场不一致啊 就说你以色列不可以占领啊 那不可以在当地成立军管政府 那你不可以把侵吞人家任何一寸的领土啊 然后要让巴勒斯坦的力量回来这样啊 那纳坦尼雅湖第一时间就拒绝啊 所以才会有你刚刚讲到了 航母后撤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美国有点在生气啦 就说你什么东西啊 你对大哥这样子啊 那我就使点颜色给你看啊 那至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就是他继这个安理会轮值主席促成了安理会的决议之后 那接下来是王毅见到 那个阿拉伯还有伊斯兰还有伊朗的各地的外长啊 这个不止阿拉伯国家啊 连印尼都去了啊 那接下来就是要用金砖这个平台 再做一次的发力啦 所以这个坦白说也是一种 我说叫做中国大陆后积勃发 展现他在国际上的能量啊 就说我不但跟拜登搞了习拜会 那稳住了全球的局面 而且我安理会决议终于通过了 美国放弃否决权啊 那接下来呢 我还让大部分的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到我的国家 大家集思广益 然后我还要进一步发力 在金砖国家希望能够促成决议啊 那这个因为金砖国家不是只有穆斯林国家嘛 所以这等于是进一步把力量往外传散的过程啊 那就是要让以色列感受到 第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各国 对他目前的做法的反对 还有对两国发案的支持啊 然后美国的部分也是一样 他进一步的对以色列施压嘛 所以航母其中有一艘就暂时后退啊 那以色列你就看着办吧 那个这个世界不可能让你这样单手来玩啊 我认为如果美国后撤航母 还有习近平这样的动作 都没有引发以色列的明显的调整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 他就会送执行方案到安理会啊 然后就会开始要落实 要求以色列要开放边境 那要开放安全通道等等 这个是联合国决议的内容嘛 如果以色列不照办 那基本上古特雷斯就会提出制裁方案 因为这个是安理会的权利啊 那除非你以色列退出联合国 不然接下来就会有制裁啊 那我认为 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了金砖啊 还有阿拉伯啊 还有一些伊斯兰国家也会跟进 也就是说那个制裁 只要联合国一发动 那中国所接触的这一些国家 也通通都会跟进发动 大概是这样 所以目前大概就是进入 我们讲这个巴以战争的收尾阶段了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要成立一个新政府嘛 就是说没有哈马斯的新政府啊 加沙 那如何让这个新政府 足以能够治理北加沙 然后北加沙要开始重建工作 让巴勒斯坦人能够回来啊 那接下来就是当然就是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的更广 广泛的新的秩序 如何来形成啊 我觉得目前大概已经进入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目前 美国内部的民意啊 民主党已经翻了 就民主党基本上 现在是转向同情巴勒斯坦 所以拜登不得不有所作为啦 那目前一面倒支持以色列的 还是共和党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本来我们说这个国际秩序吧 双边的和平要涌现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一定是软硬兼施啦 就是有黑脸有白脸 那要让以色列真的想清楚 他的处境啊 大概是这样 嗯是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确实是阿伊联盟 想要到北京来寻找一些解放 他的第一战是选在北京 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 我看了一下他之后还会去 俄罗斯法国和英国 武昌当中没有美国 但是的话 以刚刚亮哥的角度来讲 说其实中美他是在这个关键的议题上面 习败早就已经通过气了 中美现在就是在合作演出 要把巴以冲突这样的来收尾 但是三位就根据一些细节的信息来看 为什么我会说中国成为首战 或者是今天晚上习近平要主席 要发表的这个重磅演说 或者是拿出的和平方案 还是有一点点困难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来看到 来的这些中东国家当中其实是没有伊朗系的 伊朗没有来 伊拉克没有来 连施利亚也没有来 而且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三位想要跟大家聊聊 确实是给和平谈判增加了一些难度 也蒙胡赛武装在红海其实是有扣押货船的 截击者他是直接做直升机 现在有一些现场的图片都已经试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没把这个图带给大家看看 截击者是直接从这个直升飞机上面降落到这个船的甲板上面 有人就说这个船当时是悬挂的是以色列的国旗 因为这个也蒙胡赛武装有说以色列公司拥有或运营的所有船只或者是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被劫持的一个目标 目前来说呢 现在这艘货轮当中是有25名船员 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 但是包含了保加利亚人 菲律宾人 墨西哥人和乌克兰人 其实我去看了一下 劫持商船是一种严重违法国际法的行为 可能都会激起国际的谴责 与此同时来看到内塔尼亚胡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内塔尼亚胡竟然第一次承认了他可能会失去国际的一个支持 他说这句话其实就是在习拜会之后 我们还是请就等下亮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啦 这次来中国其实我们看到他都是组合派 主战派他们干嘛 主战派前段时间全部都去俄罗斯了呀 那这一次中国想要达成的目标您觉得会是什么 难度是不是其实也蛮高的 不三妹啊那个野门这个叫搞了乌龙啊 你知道吧 是 他搞不好以为是以色列的船只 然后货轮 然后想要扣下来当筹码吧啊 那你可以说这个是主战派的动作 因为野门胡赛武装背后就是伊朗啊 所以你也可以看作是阿拉伯国家 他们内部要玩黑白脸啊啊 这个你也不要小看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人跟伊朗这个波斯人搞政治啦 你也不要小看人家啊 他大概就想说我这样的组合动作 搞不好 纳坦尼亚胡还是不回应啊那怎么办啊 所以我要留一手嘛 那留一手黑脸由谁去扮演 当然就是由大家 他早就习惯认定的伊朗去扮演嘛 那伊朗在这里就扮黑脸就是 这个沙特是搞软的我搞硬的嘛 那如果纳坦尼亚胡都不回应 那应手就来了嘛 那哪里知道叶门搞了一个乌龙啊 对不对啊 这个日本船只他一定要放啦 因为这个无关巴以战争啊 无关巴以战争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当作筹码的啦 那至于这个纳坦尼亚胡会这样说啊 以色列当然是聪明人嘛 事实上我认为以色列最后的方案一定是 纳坦尼亚胡下台啦 然后换另外一个政府首脑 然后接受中美联合所做出来的安排啦 应该是朝向这个方向啦 因为纳坦尼亚胡在以色列内部 已经有76%的人认为他该下台了 那只是因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他还没有下台 那这样中美都已经联手进来了啊 你很难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啦 所以战争一结束他本来就该下台啦 接下来是战后安置 还有人质处理的问题嘛 那这个部分 坦白说有没有纳坦尼亚胡是没什么差别的啦 哲联斯基眼看着要被牺牲 然后紧接着就是纳坦尼亚胡要被牺牲 甚至今天我们都在跟我们同事之间有在讨论说 你说这两个人下台之后 能去美国找一份什么样的一个差事 然后我同事还在说以内塔尼亚胡这个样子 应该在美国找不到差事 因为他不听话 他连美国爸爸的话都不听的话 那应该在美国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差事 但是我们就话又说回来 看到在这个 这次阿一去寻找这个解方的一个路途上 很妙的是这一次看到习近平主席直接的 我看到不是应邀哦 应该是习近平主席 致电给马克龙总统 就在这个峰会的前一天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算是这些阿一的和平之旅的一个路上 就要经过这个要去法国进行访问 当中当然两个人是谈了 马克龙来到中国之后 双边的一些经济成长 贸易成长 但是更多的篇幅我就看了一下 也就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 他们都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避免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 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 但是我也去看了法国方面的一个报道 法国方面呢 是有提到说马克龙有跟习近平讲说 让习近平对巴以冲突做出一些更直接的回应 但是中方的报道当中是没有这样一句话的 那请亮哥帮我们解释一下 或者帮我们分析一下 您如何来观察 特别峰会之前 习近平主动的和马克龙通话 尤其是马克龙之前一直叫嚷着说 他想要加入金砖 难道真的是给他开了一个绿灯吗 这是两件事情 因为上次加入金砖是俄罗斯反对 那俄罗斯最近也表态 因为明年八月的金砖会议 刚好是俄罗斯主办 那这个俄罗斯这个因为也知道了马克龙的意图 因为后来去今年的六月 法国不是召开了一个全球金融的新秩序的一个新公约了 这样的一个峰会嘛 有四十几个国家参加嘛 那对于既有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体制 提出挑战嘛 那要求要有绿色金融啊 然后第三支界的债务重组了 这个马克龙他们法国基本上都有新的想法 那这个议题本来就跟金砖会议有高度的联动性 那现在俄罗斯轮到俄罗斯主办了嘛 因为今年八月的时候坦白说了 那个俄乌战争还在打 所以俄罗斯对法国是满有意见的了 那可是眼看明年八月 这个俄乌战争就差不多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俄罗斯主办 所以当然就欢迎这个法国来了嘛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俄乌战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了 搞不好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已经改善了 这个第一个部分了 那我认为习近平会打电话给马克龙 这个就看出中国大陆在外交上的周密 他比较细密啦 就是说他也不想要让人家觉得都是我在弄 那这样就太出风头了 那就让阿拉伯跟伊斯兰的国家来访北京 就表示说我是受邀的 就跟RCEP不是一样吗 RCEP明明中国就是很重要的主导者 他偏偏对外都说是东南亚主导的嘛 不是吗 这有点类似啦 就说中国大陆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去介入人家的政治 不是的 而是因为你的分量够 所以呢人家来请你出面 来当个公道博啦 你知道吗 他有点要塑造自己国际这个形象 然后呢既然阿拉伯跟这个伊斯兰国家来请我出面嘛 那我就在这个情况下到金砖会议上面做个演讲 那寻求金砖国家的支持 那你也可以想像是一定过的啦 金砖国家一定支持的啦 你那个最调皮的印度大概也不好反对了 那接下来他就想说 那我也跟这个欧洲的老大法国通个气嘛 表示说我尊重你啊 你有什么看法啊 那你看马克龙也很上道啊 他就说哎呀这个就请你 请你老大出面啦 就是这样啦 所以他等于就是方方面面 处理的非常的周到啦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凸显 中国式的外交与美国式的霸权的不同啊 就是这样 就说你美国北约 那根本就是你美国说了就算嘛 你哪有在理别人啊 可是中国大陆这种协调式的外交 不是说他自己强出头 没有的啊 他即使在安理会做轮值主席 提案也不是他提的啊 他还请一个中立的小国家 马尔他来提案啊 不是嘛 我认为马尔他那个提案 根本就是中国带子笔的吧 马尔他哪有人地写这种案子啊 对不对 我专门去看了谁提案 诶是马尔他提案 我就在想说 是啊 这不可能是他写的啦 不可能啦 而且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一定会处理的很细腻 他一定也给俄罗斯跟美国看过了啦 所以我认为比如说俄罗斯也弃权嘛 那俄罗斯弃权的理由就是说 你没有写停火呀 那俄罗斯就提出一个修正案 说我要求把停火加进去啊 那因为 因为要美国那边要弃权嘛 所以停火就不能写进去嘛 那俄罗斯就做个姿态说 那我要弃权这样啊 那美国基本上就是 中国大陆一定知道美国要弃权啦 所以这个案子就这样通过了啊 所以我觉得从 这一次这个事件的处理 看出中国处理 这个多边外交的圆融手段啊 这个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事情啊 所以在我礼拜一的直播 我就立刻把这个点出来了 我说习拜会之后 必然会有一个全球扩散的效应啊 那第一个例子就是巴以冲突的 一个圆满的上后处理啊 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案子嘛 那当然会走多远我们不敢说 因为陆续还会有其他地方陆续出现啊 比如说澳大利亚总理Obenis 还抢在APEC之前就跑去北京了啊 那我认为接下来就是英国啦 因为英国刚换了卡麦隆当外长啊 那他也是个中国通啊 所以英国你澳大利亚都可以走这么远 我大概也要来跟中国好好谈一谈啊 那接下来日本如果核污水可以有一个 这个比较建设性的提案 我认为中日也会开始啦 所以基本上这个中美解冻的效应 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应 但是也让全球看到了中式外交 这种多边外交 中国到底是怎么来进行的 你突然跟美国的这种霸权式的 这种外交相比起来 大家可能现在就有两条路选 我就要选这个和平这样的一个进程 美国现在你这种就是单极霸权的 大家已经不吃你这一套了 所以说跟在中国后面的人就越来越多 三妹啊我跟你讲啊 这个就是老二暗自发力啊 那把所有的面子做给大家啦 那大家心里面就更肯定 你足可当做接班人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多了这些情况 那中国大陆算是非常聪明的 出了第一手啦 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给你面子 我还给你礼子啊 这个就是中式外交 但现在我们来看到 确实刚刚亮哥有提到 中国在中东这个地方的布局 你就可以从这次可以看得出来 布局之深扎根之吻 不仅如此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面向来 带给大家不同的解读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啊 今天我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数字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是涨破了7.15的关口 再创了超过三个月以来的新高 当然大家也看到美元指数呢出现了沙跌 不过相对于人民币的涨幅 其实美元指数的跌幅并不算大的 以几个消息面来带给大家做参考 除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中央金融委 中央金融工委领导成员已经一次亮相之外 就是国内方面 我们来看看国际方面 首先第一个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也持续发展 境外人民币的贷款业务也崛起了 人民币是首次超越了欧元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贸易融资货币 我们再把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 这个是人民银行网站的昨天的消息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人民银行和沙特中央银行 已经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互换规模是500亿人民币 算下来呢是260亿的沙特里亚尔 协议的有效期是三年 如果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下呢还可以斩期 所以说呢大家都说这一众多利好的因素之下 刺激了人民币的走强 我们还是请亮哥常常我们讲说 政治离不开经济面的观察 如何来进行解读 我觉得光是看到习近平在旧金山 那个400位美国企业的代表参加的参会 人民币就该涨了啦 因为那个就意味着 中美之间未来经济活动一定会 比目前要热络嘛 尤其是跟习近平同桌的全部都是金融大亨啊 大利欧桥水基金啊 貝莱德啊等等啊 都是大亨啊 那你就知道他们会对中国道路做布局嘛 就是说他们会开始持有一些人民币的资产吧 那沙特这一个我觉得早就预想之中啦 因为沙特不可能跟中国买东西不用人民币吧 不可能啦 这个你也许部分会用人油去抵啦 可是不可能全部都用移物移物嘛 500亿其实并不多欸 以沙特的经济规模 沙特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是远超过500亿人民币啊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啦 就是说 因为他可能也要给美国面子嘛 所以一开始原油交易 也不会说就有从美元直接改成人民币啦 他大概就部分部分这样开始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说啊 全球的秩序在回稳当中啊 那只跌了嘛 现在往上拉 那往上拉 那大家就会预期说有一些金融交易的限制 应该会放松吧 比如说这个加州的创投基金啊 还有美国的各种投行啊 对中国相关科技公司的持股啊等等啊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这些预期啦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现象 而且美元的加息大概已经快结束了 那接下来如果轮到降息 那当然人家就会开始要转投其他的货币资产吧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布局啦 而且目前因为 因为上个月 大概中国大陆这个流出的美元超过1000亿啊 因为大家预期这个美国这边 也许会有升息动作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股息要配发嘛 那股息配发你就要换成美元啊 那等这个股息配发的动作结束 然后发现加息没有发生 那他们当然就又回来布局了 这个金融啊 你也不要以为你1月听到的消息 到了9月还可以试用嘛 他是随时变动的 那因为 习拜会就是一个 对大的金融布局来讲就是一个利多嘛 所以他一定会这样做啦 嗯是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不断的加持中国的这个A股市场之外 而且亮哥持有的上阵 今天已经涨到3000多点了 你是在2000点以下买 3000点以下买对不对 3000点以下买对不对 不啦我就是只要跌破3000 我们就买一点啊就这样了 哦好跟着亮哥抄一抄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说 中国跟沙特我看了一些分析啊 这种本币互换 他们就说其实质量很高 因为中国我看了差不多有和40多个国家 有这种本币互换协议 但是有一些国家 实在是就是他的那种主权信用不是特别高 对于中国来说呢也不算是大利多 但是这一次大家为什么看好 第一个就是沙特主权信用比较高 第二个中沙当中呢 中国是逆差不用担心 就可以更多的输出人民币 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有好处的 第三个的话呢 沙特本来就是能源大国和中东大国 所以说也为人民币走出更广泛的路 做了一个铺垫 大家就联想起来 我们几个月前讲的 十搜052DL出口 那您觉得未来会牵扯到这一些军事的订单吗 中国大陆 沙特阿拉伯从来不欠人家钱的啦 这个 他本来就手上一大堆钱都在海外啊 他怎么会缺钱呢 那个052D要卖沙特主要考虑不是付款的问题啦 主要考虑是周边国家会不会忧虑的问题啦 这个是安全布局的问题啦 所以你卖给他那么多 那伊朗会怎么想 就是要考虑到的是军力平衡的问题啦 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去年的海外军售是很少的 我看了一个数字啊 美国去年的军售占全球38.6% 那中国大陆只有4.6% 为什么会差那么大呢 因为中国大陆大型的军武很少卖出去 那事实上你知道军舰啊 是获利最多的项目 这个比飞机获利还多啊 那中国大陆大概逐渐开始想这个事情了 因为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产业 今年大爆发嘛 因为俄罗斯因为在打俄乌战争啊 然后他发现美国生意做了真多啊 那俄罗斯就想说这种生意我也该做一点啊 所以去年俄罗斯的军售大概占全世界18% 那今年他决定要大爆发了 因为他的GDP这个国防预算拉到将近GDP6% 对这太吓人了 这很惊人啊 因为中国大陆大概只有2%吧 那美国大概是3.4左右 俄罗斯一拉就拉到将近6啊 我看我第一次看到我小脸给我下婚了 我说这要干嘛啊 那结果我就发现 立刻联动到他的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 他制造业经理人指数PMI 竟然拉到54你知道吗 那很强 50的枯容线的话 那54很厉害 很惊人啊 是啊 你就表示里面有很多是军工产业嘛 这拉动了全线的订单啊 因为有人去估计啦 这经济学人估计的啊 所以俄罗斯目前大概一年 可以制造200万枚炮弹 那整个北约一年的产能只有40万枚 就是这样 所以我这个国家已经哦 又要重新展现他的军威了啦 大概是这样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看到了吧 那这种钱中国当然赚得到啊 因为中国大陆以前军售太谨慎了你知道吗 那常常会考虑当地的地缘政治冲突啦 那就会导致很多国家趁虚而住啦 你知道吧 比如说我随便讲 比如说最近有个国家本来要跟就是阿根廷嘛 阿根廷本来要买中国大陆的飞机啊 要买消楼战机 那后来被F16给抢走了 变来变去阿根廷也是 刚好说到阿根廷 我们再来说说阿根廷变天了 刚好可以和这个沙特想要跟人民币本币互换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联动起来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刚刚上任的这个阿根廷总统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他的样子了 如果你看到他的样子的话 这张还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你看到他那个演讲时候的样子 你会说哇这不就是特朗普吗 或者是这不会 他比特朗普还严重啊 他几乎是在讲台上面那边跳啊 跳的我以为是在开演唱会 你知道吧 对他不仅他长得很惊人 最主要他的言行很惊人 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要炸掉阿根廷的央行 主张阿根廷全面采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 而且他还主张什么呢 他主张比如说应该取替所有的税收 他觉得这个税收简直是太不合理了 而且据称他要拒绝跟这个共产党打交道 还是结合沙特这一块 我还是强请教授帮我们解读 周美我再跟你讲一个更吓人的政见 他说他要开放器官买卖 够吓人吧 他就是完全自由化要政府做越少事越好 这样的激进主张 那因为我跟你讲阿根廷为什么会变天 第一个就是10月份的通货膨胀143% 10月份 所以这个国家的货币根本没有人在用 事实上阿根廷目前市面上 大部分的人就是用美元在交易 因为没有人相信自己的货币 你知道吧 那有40%的人在贫穷线以下 所以你说这种政权 变天几率当然是很高啦 可是我跟你讲 他还是两轮选举才选赢的 因为原来那一位排名第一的第一轮投票 大概选到了39% 结果大家都没有超过40% 所以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结果第二轮投票 这位人兄这个极右派的川普兄阿 他拿到了56% 就是这样阿 因为第二轮投票一定要集结为两个集团投票 这个是宪法规定 所以他实际上的得票是不高的 他只有20% 那更离谱的是他的国会 阿根廷的多党制已经离谱到 这位极右翼的先生 他好像叫做什么自由理想党还是什么的 反正他的政党在国会的席制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你去想想这种国家怎么治理啊 所以他说什么要废掉美元啊 废掉央行啊 这个就是他自己讲一讲啦 这根本就做不到嘛 因为美国怎么可能去买进你的阿根廷币啊 实操心完全没有 我跟你讲就只有中国大陆啦 中国大陆还帮他用人民币 帮他垫掉了上一笔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的债务 对他们中国跟阿根廷是有本币交易的 是啊 你知道中国大陆给前任总统多少钱吗 多少 65亿美元 65亿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不幸啊 事实上巴西如果不是回到鲁拉 前面那个巴索拉罗也是乱七八糟啊 那个就是巴西川普嘛 对啊 那搞不好明年川普又在美国回来啦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种两极民粹化的政治啊 就是会制造出政治狂人嘛 然后他的政见很多他根本就做不到 这就是悲剧啦 悲剧啦 就是这样啊 稍事歇息一下啊亮哥 这个喝一小口茶 让我三面念一下斗内 广告之后想跟大家来说说这个 中奥刚刚亮哥提到的不是才刚刚搞好关系吗 但是我们却看得出来澳大利亚现在已经要 呃跟中国抗议说你的军舰的这个声纳 我已经告诉你我在潜水了 但你的声纳还是把我震伤了 但是确实澳大利亚之前已经有两次窃听的经验 确实是被中国给抓住了 我们之后再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谢谢伊凡诺夫 伊凡好久没有来了 我发现他 他说小弟9月起在比利时尚研究所 又从伊斯坦布尔转到了贝尔格勒芬公司 学习忙工作忙不能每次斗内这一次补上 谢谢你哦辛苦了 谢谢朋友好的斗内谢谢你 然后谢谢我们支付宝朋友强的斗内 他说拜登还能不能连任还不好说 中美注定是敌人 亮哥这个中美注定是敌人 应该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吧 中美本来就是对手嘛 嗯 美国不会用敌人这个字啊 他会讲对手吧 嗯 对好 我们英文叫Rival 他不会讲Enemy 对啦就这样啊 一龙谢谢您的支持哦 阿亮哥及三妹啊 看了近日台湾领导的选情 我也跟郑元兄一样悲观了 柯主席不守信用 郭台铭又背信联署参选 已经确定四角都了 选领导又不是选地方首长 我想清德赖宗大概要登基了 我刚传出郭台铭跟柯文哲要做整合 哦那刚好我把 郭台铭不会参选 郭台铭不会参选 不会参选 做整合的意思是 很可能赖佩霞变成柯文哲的副首 嗯 我们刚好准备这条讯息还是跟 放到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吧 这个呃 蓝白和 我去 我们把这个图先带给大家看看 因为昨天的消息 赖清德跟肖美琴是正式的完成了 台湾领导人的参选登记了 我去看了评论说 这简直就是毒上家毒哈 还有包括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 这个是三妹之前准备的 说柯文哲和郭台铭是不是准备要联手出击了 因为之前蓝白和要用民调来定 现在民调谈不拢嘛 说柯文哲说我就是就是要让六 什么要让六趴不让六趴这个该怎么样算 就是有一定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在里面 但就是蓝说一派 然后白又说一派 但现在呢已经发现了柯文哲 15个小时两度的密会 被郭台铭就刚刚亮哥所提的一些讯息 我们来看看 应该蓝白和没有希望了吧 我知道现在有一股力量 在劝侯友宜当副手 侯友宜不可能同意了 所以这样就结束了 因为目前柯文哲应该已经完成 跟郭台铭的谈判 因为刚刚他又去郭董他家了 刚刚又去了 那台湾也传出了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明天黄珊珊要去中选会领表 那应该就是 就是柯文哲现在在郭董那边嘛 那谈定了之后 大概明天早上或今天下午 就要宣布赖佩霞当副手 那这样就是没有了嘛 除非侯友宜 临时改变主义 说柯文哲跟我配了 我当你的副手 那这个我认为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亮哥的十块鸡牌白输了 没有啊我还没输啊 我请不出去啊 因为我刚要请的时候 那个就变卦了 所以人家就说 搞不好是立将军输了 不是我输了 嗯嗯 是是 诶 这得意的笑是 我哪有笑 我宁可我输啊拜托 对所以现在 现在是不用 但是鸡牌是不用输了 但是蓝白河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那是台湾输了 嗯 那现在我用我看了一下 昨天 这个是 上海 国台办还是 我去看了一下 上海台办副主任 有说 谁上大陆都可以应对 我们走我们的路 赖清德上台 可能有利于大陆加快统一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 赖清德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哦 赖清德说 呃 中国对这场选举说三道四 正足以证明 中国正在介入这场选举 中国官员没有经过民主的洗礼 所以没有必要回复他们的问题 呃 而且她说 蔡英文近八年带领 让国际肯定台湾 上架台湾 未来我会跟美琴 势必一定要带着全体国人 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续壮大的前进 走入国际也迎向未来 他是这么评价的 嗯 他在选举当然会这样说啦 不然怎么办啊 你已经断了九个邦交国啊 你国际有变大吗 没有吧 搞不好未来 还会再断一些邦交国 那搞不好未来他去美国 都没有地方当转运战啊 都有可能啊 嗯 巴拉圭是不是 我现在在选举中啊 有很多都是选举语言啊 我就想说 这真的就是选举语言 他是讲给他的支持者听的啦 嗯 真的是选举语言 我还记得 依稀记得前几个月才说 他要跟习近平吃饭 我就想说你什么样的身份 跟他吃饭 然后这次又说这个 他们是没有经过民主的洗礼的 好 呃 谢谢月明哦 他说个人对他叫嚣雨中脱钩一事 不以为然 器官买卖这一事 麦昆也提过 阿根廷人给他投票的想法是 难道还能更差吗 呵呵呵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 李徐晓一讲通货膨胀143 一个月 老百姓就是乱吃药了嘛 就是 反正来一个新的神明就试试看嘛 就变成这样子了 而且我还看到有人就说 这也是一种实验啦 就是完全无政府的实验 但只要不是在自己国家实验就好 来看看最后的结果 真的会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明信的支持 他说顺便蓝白和破局 对台湾人民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接下来四年是最难做的 暴雨后是畅快的天气 短痛总好过长痛 这个 明年会是艰难的一年啊 我这里跟大家预告 你是说国际关系还是说两岸关系 台湾当然是两岸当然是两岸 文斯坦罗比说国昌老师要开始准备新北市长的补选了吗 我还早他才刚要上不分区而已啦 拜托 这个他的意思是说柯文哲如果没有当选 那黄国昌就不能当法务部长了吧 当然是这意思啦 好谢谢嘿说你拿得懂呢 他说晚上要看老沈翻车 我得已得消我得已得消 你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啊 对 不过沈富雄上个礼拜就改口了啦 他认为破了啦 然后我还看到一张上周蒋亮亮老师上那个 绍康战情室 我竟然还收到了一张你盘腿座的照片 上节目的时候 是啊 有这种节目啊 有这种照片 我一会发给你看注意一下形象好不好 都是吗 上播吃播就好了 像是这种盘腿座的事情上电视不太好 自从侧面偷拍了吧 他就是一个浪井一个全景 然后大家都正进八百的座着 然后沈富雄坐你旁边 然后你就盘腿坐在那个椅子上 老生入定的感觉 因为他们都在一直在吵 我就懒得介入啊就这样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请大家多多的先帮我们按赞辛苦大家了 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一次APEC之后呢 有人就说澳大利亚抢先机先APEC没有开 就先跟习近平主席见了面 但是中澳关系能够维持多久呢 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我们从最近澳洲媒体的报道 这个是澳大利亚海军声称他们的导弹 一张护卫舰叫做图文八号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 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执行任务时候 澳海军图文八号螺旋桨被渔网给缠住了 所以说他就派遣了他的海军呢 下潜去清除渔网的作业 事后澳海军抱怨说 明明向中国军舰用无线电报通报了 我们有潜水员作业 并要求中方军舰保持距离 但是中方的导弹驱逐舰139宁波号 反而靠的更近了 同时还启动了舰上的主动声纳 所以说澳大利亚的潜水员声纳 被这个刺伤了自己的耳朵 导致这个潜水员不得不浮上水面 其实近30年来就至少两次 因为遇险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侦查被公开 第一次大家已经看到了92年的时候 也是澳大利亚的常规核潜艇从悉尼港出发 秘密潜到了中国的沿海 在上海执行外海执行秘密监听任务的时候呢 也是被中国以往缠住 然后不得不上府 第二次是在07年3月份的时候 也是但这个潜艇的规格就更高了 叫做法恩科布号也是秘密的靠近中国 在军事敏感区监听中国 试图破解中方的通讯系统的密码 最后还是被渔网缠住了螺旋桨 最后不得不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浮出水面进行维修 逃离中国的敏感水域 赖达教授您如何观察中美之间的军事沟通管道 已经重启了 但是像是加拿大像是澳大利亚这种活动 其实我们看到没有在减少哦 不这个是美国的习惯的动作啦 就是历来他会让五眼的伙伴 除了纽西兰之外 来做军机刺探军舰刺探的动作嘛 那当然还有水下的啊 那中国大陆我认为是从去年开始决定不让了 这个我们叫做大国崛起在画红线 这个不是法律概念啊 这个是政治概念 就说这就是我的政治地盘 你不能进来 而且这个地方是中国跟日本的争议的经济水域 中国大陆也不认 日本当然认为是他的嘛 那 以前中国大陆管不到啦 他没有那么多手段来反制啊 可是他现在拥有这样的能力啊 所以他就决定不让了 要让这个红线浮上水面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 有一大堆比如说抵禁侦察的军机被赶走了啊 那如果是加拿大跟澳大利亚的飞机 那中国大陆就更不客气了啊 那如果是美国的 你看连那个B-52飞到南海 那中国大陆认为你这个太过分了 因为这个可以装核弹啊 那就派了尖石跟尖嘛不是吗 那还有那个美国在黄海举行演习啊 结果中国大陆就在你下面演习啊 逼得你三个小时草草结束 对不对 那还有军舰要开进台海被赶走啊 我认为这个就是 我坦白说啦这个 历史上的大国都有它的地盘范围啊 这个不是法律概念是政治概念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啦 加勒比海你能去吗 当然不能 那加勒比海请问是公海吗 当然是公海啊 那为什么不能去吗 那请问为什么会有古巴危机啊 古巴危机距离美国很远欸 古巴啊 那为什么美国觉得古巴是它的地盘呢 那你就不要讲说去圣地牙哥附近啊 百分之百被打下来 圣地牙哥就美国的军港嘛 那俄罗斯也一样啊 你要不要去勘察加半岛看看 1980年代那个民航机被打下来啊 那韩国的民航客机被打下来啊 就是因为它接近 进去了勘察加半岛的领海 领空啊 那勘察加半岛是什么 俄罗斯的核子基地啊 还有潜艇也停在这里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是觉得就是 条件到了 那每一个大国就会开始 界定什么是它的安全区了 嗯 那它就要落实执行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澳大利亚这个事件 就是一个新的事件 就是说过去你可以来 不表示你都可以来 那只是我还没有开始划线 那我现在就划线了 这里你不可以来 就是这样 就我们一直强调的 真理现在已经不是在 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了 真理可能是在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从古巴危机开始就是说 你导弹能打到我这里来 你就是不可以 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 现在中方用实力告诉你说 你抵近我侦察是我来定的 而不是由你来定 或者是由哪个国际规定来定的 所以说 对啊因为导弹如果打得到你 因为现在导弹的射程越来越远嘛 那我们的领海范围规定是多少海力啊 你领空只有12海力欸对不起啊 你到了200海力就打得到我了 那如果你是B52我能够不担心吗 B52是可以装空对地的核弹欸 你能够不担心吗 所以就是这种问题啊 这个还是基本上就是安全范围界定的问题啦 那他现在用力量来展现嘛 事实上我们在讲那个所谓的 那个飞航情报区也是一样啊 什么叫做不然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在讲那个 防空识别区啦 防空识别区也是这种概念啊 你的军力不到的地方 防空识别区根本就是嘴巴而已啦 你说菲律宾有没有画防空识别区 有啊 菲律宾的防空识别区 连台湾的飞机都飞来飞去啊 根本连理都不理啊 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空中全力的概念嘛 那中国大陆的航空识别区你进来试试看 这个就是 这是同样的一种逻辑啦 你要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歼10歼20上了这些 中国南海填海造过这些岛 大家就要小心了 你要就是下一步中国就是要在南海给你画 防空识别区 你进来给我抵近侦察试试看 你进来给我飞进来试试看 那我们就中国现在就是真的不忍了不让了 那话又说回来 因为这个毕竟还对的是 是国与国之间的军舰或者是军机 现在有一点我觉得 菲律宾是在突发奇招吗 因为我就看了一下 菲律宾现在是民间团体 要定在一个时期要去运步了 说这件事情之前呢先给大家看看 这一次APEC的众生相 我觉得由这个话题引出来 会比较的直观一点 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在APEC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忙 见了很多的国家的元首 大家看到图中的第二张是韩国总统尹熙 大家不要以为是会见了多久 日本首相爱年文兄倒是会见了一小时五分钟 但是和尹熙悦只见面了三分钟 大概加上翻译的时间哈拉一下子就没有了 但是韩国却大肆报道了两国元首交谈的事情 包括大家来看到这个中加领导人也算是无意利用APEC峰会进一步的交流 特鲁多有微笑着看习近平主席 习近平主席压根就不想理他 所以说现在有人就说了 可以看得出来尹熙悦和小马可士都非常急迫 因为这两个人都见了习近平主席 但是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的网站当中 可以看得出美国对中国转弯的当下 这些小国家很可能是来不及转弯的 不仅如此来观察一下就是刚刚三妹提到的 现在来说菲律宾民间团体要计划出动40艘的船 要到南海的人爱礁这个地方去进行运捕了 时间就定在12月5号 因为菲律宾现在国家安全会的会议助理主席就有提到说 仁爱暗杀是一个热点地区 这个地方的局势是比较紧张的 国会很遗憾的跟大家讲 如果要去仁爱暗杀的话 我们是无法支持民间运捕行动的 这个是菲律宾官方的一个回答 但是如果是真的要暴冲的话 这些40艘的民间渔船爆冲的话 那我不知道面对这种民间渔船 中国可不可能还射水炮啊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会处理会比较好 上面你知道中国大陆在南海有多少船吗 这个美国有登过 而且他在南海绕了一圈实际去数 100多艘是吗 好像我记得 200艘 包括民间警用还有军舰 所以40艘那我就用80艘来逼退啊 就这样啊 因为这种海边上的讯息 中国大陆事先一定会知道啊 你到底有多少艘船来 那他大概就可以调度多少艘嘛 因为前一阵子就发生过一次嘛 那那一次美国我记得是华盛林邮报 他把他全程做了一个报导 那文章写的很长啊 那一次中国大陆总共掉了38艘船 对 所以三妹你不要紧张啦 大概就是这样 而且菲律宾的船平均都比中国大陆的小 所以就是把那个美国事实上 他就写了那个文章然后在那边分析啦 说他在这里弄了200艘船 请问我们怎么办啊 他自己也找不出答案 我觉得中国大陆你想过的问题他都想过了啦 简单讲啦 就菲律宾你想得到的招 他都想过了啦 那谁的船多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美国基本上 对南海这个地方他也无可奈何啦 因为他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美国早就发明过一个概念嘛 照灰色地带作战 他早就把中国大陆的民间的船只 还有包括武装渔船 还有民间的货轮都算在内 甚至美国认为如果台海战争涉及登陆 搞不好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军方的登陆舰啦 也会包括民间的运输船 所以中国大陆本来就是这样在布局整个西太平洋的啦 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复杂嘛 那有时候不要军方出面 有时候不要警方出面 所以各种代表团体都有 就是这样 是 而且就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是南海的策略 中国就是几艘渔船 然后你不远处会看到一艘海警船 再不远处呢 你会看到一艘中国的军舰 中国能快速地调度38艘的 没有错 船艇过来 还有快艇 快艇 他可以很快地到达进行资源任务 所以我跟你讲 你菲律宾想过的游戏 中国都想过了啦 是是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纠缠 美国纠缠多少年了嘛 你想一想嘛 对对对 要玩就陪你来玩一下 那但是回到刚刚的APEC众生上 教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看看美国对中的这种 步子在转弯的时候 现在岸田文学 不是这种美国APEC 本来那个我们讲那个 印太经济架固的那几个国家嘛 他们说我们是不是来落实一个 多边协议嘛 结果搞不出来 所以等于是他的印太经济框架到现在 全部成果是零啊 所以特朗普就立刻说了 他只要一当选就把他废了 所以等于是零嘛 那中国大陆这一次在APEC就是 大概就几个国家没有见到啦 比如说尹席月就打个招呼而已嘛 那加拿大杜鲁道也是打个招呼而已吧 那小那个小马可是菲律宾 虽然中非现在关系不好 可是还是见了面啊 可是我就看到 习主席从头到尾这个皱着脸啊 你眼色凝柔 讲南海的时候 因为小马可是跟他讲了一句话嘛 他显然是不以为然嘛 他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妨碍到我们全面的交往 那习近平显然是不以为然嘛 就觉得你一月就来抢头香到北京耶 是啊 所以我一回国整个人变了一个样嘛 那你是要干嘛嘛 你国家那么小小打小闹 那你是要闹到什么时候呢 没有任何成果啊 不是吗 所以目前的局面就是这样啦 事实上我觉得除了菲律宾之外 那东南亚各国其实跟中国大陆 目前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啦 那五眼联盟除了加拿大之外 跟中国关系都还蛮不错的啦 大概就这样 英国正在逐渐的调整方向 因为英国他已经重新定位 他要成为Global Britain 就全球的英国 所以他一定要把重点放在亚洲啦 全球的英国更是亚洲的英国 更是亚洲的英国 是必然的 必然的 是好 这个先最后还是感谢一下 大家的donate 吴皇万岁先你的donate 他说手抖给三妹和亮哥 最爱听三妹说 谢谢宝贝啦 谢谢宝贝 好也欢迎您加入我们TV28台的后援会 愿民说渔船谁没有啊 当年某大国前面放声纳 后面渔船跟着喽 大国海军急了眼 还大喇叭说 声纳不含同不值钱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 谢谢亮哥喽 保重身体 好拜拜 下周二再见 拜拜 好拜拜 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今天的三妹说亮话 同时请大家多多帮我们点订阅 还没有点订阅的朋友 然后也欢迎大家都跟吴皇万岁一样 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的行列当中 我们有这个会呃后援会 也有我们的同学会 大家可以每个月一小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会员行列当中了 让我们节目可以越做越好 明天同一时间呢 依然会使由三妹还有蔡正元博士 为大家带来三元小课堂 明天一定是要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 蓝白河又破局了 因为蓝白河当下呢 我看了一下蔡正元博士 我发了一篇文章说他自己真的是 都快落泪了 但是现在蓝白河又破局了 明天看看博士会怎么样的 来讲述这段故事 然后明天就请大家 在两岸时间的12点30 锁定我们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先说再见咯 拜拜 好 谢谢我们子评的朋友 也谢谢我们主评的朋友 大家辛苦咯 我先看看我们子评的朋友 今天子评2000多人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微微说 飞庸很喜欢 算了这个 这个带情绪化的 我就不说了啊 嗯 rebecca说小飞还是老实一点 这一次我就是看到菲律宾官方有出来讲说 他们不支持民间的运捕行动 我其实还是会担心说 还会发生这一些擦枪走火的事情 嗯 VX说比船的数量和质量怎么 中国怎么可能输 对啊 你出动民间的船 那我中国也有民间的渔船 就民间对民间 军舰对金舰 军机对军机 就是咱们就是说 呃 老中医专制各种不服 各种都有应对方法 奴比亚这个劲头真的好大 有有好大吗 然后听人劝吃饱饭 听大家的劝换了一个珍珠的链子 上次大家说我那个斜跨的链子很像捆大闸蟹的 呃 芸汐说蓝白彻底没戏了 柯文哲办公室已经明说了 没有猴磕这一个选项 柯猴可以努力一下 哦 原来之前说他们努力到最后一刻 是要努力磕猴啊 嗯 好 蒙古不辛苦 谢谢你你才辛苦了 嗯 对今天子评上线最高2600 谢谢百烂王 谢谢辛苦了 嗯 Sandy Lee说 北平模式围点打圆台湾 能源只称10天 北平模式我有请 蔡正元博士聊过 大家可以去把那一期翻来看看 那一期真的干货很多 Danny Wei说这个链子有点俗气啊 随便看了这样就看了 好吧 嗯 鞋跨的 因为这个还挺配 你看这样是不是好 就感觉还挺配衣服的 是不是 哎呦不好意思 是不是碰到麦了 赶紧把它弄下来 嗯 谢凤翰说 依法行政不必担心 冲撞有水枪 闯入就逮捕 依法行政而已 高同学问我这链子是干啥用的 就是最 我不是回了一趟国吗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 手机都搞了一条这种链子 他们跟我说 你就 因为手机常常你自己拿拿拿 会拿掉 他们就有这个链子就不怕了 你就像背包一样 斜胯包一样 你就把它背着 然后又很好用 把双手腾出来 手机也不会掉 嗯 非常好看 这次的Night Pro的机器 沙僧 对 我要阿弥陀佛了 大家 诶 好 这个灰灰衣秀说 菜市场砍架秀 什么意思 国内是时尚 我感觉挺时尚的呀 哎呀 没关系 没关系 小兰手机有没有链子 小兰告诉你她没有链子 小兰告诉你她没有链子 那意思是说 三妹买个荣耀的哲理名手机 配上我的珍珠链 更像包包了 诶 安哲丽的你也来了 哈喽 嗯 大家 蒙古说 全力冲刺 顾好 懒小鸡 上层那些自私的政客放弃了 唉 我相信明天蔡正元博士一定很有感触 芸汐说 小兰的腿也蛮长的 对 小兰 小兰比我高 腿比我长 得多 戴个皮套更像了 好了 今天不跟大家说了 明天 跟蔡正元博士好好聊一聊 好不好 今天就谢谢大家咯 大家辛苦啦 多帮我们点订阅 多帮我们点按赞 三妹就先撤了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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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